接下來是要告訴大家 大家這個如何用這個熱縮管噴漿 把這個漿弄彎一點 這個弧度就很彎了 如果彎過頭太彎了我們也可以把它稍微再整平回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過程中 我們慢慢的這個圍獎就慢慢快出現 這個弧度的風 轉起來也是蠻大的 很適合做圍獎 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一支 這個43B的自製圍獎的製作 那接下來就是 等一下會告訴大家 怎麼樣把它撞到圍獎上面